徐老师小超小超讲一讲 我们都被你讲懵了 被你说起来就好像这个粘动药剂没问题了 我不知道 可是我今天真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呢 陷入了一个就是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啊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信 可是信你自己更加不靠谱 那么哎真的 你说任何这个空气当中 我们吃的东西 我现在甚至觉得 我们在被媒体左右 对吧 就是说 我可以有理由认为 我们吃的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有问题 全看媒体你把什么事暴露出来 你暴露出来什么 这一个礼拜我们就聊这事 我们就担心这事 实际上但是实际上呢 到底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食品环境 但要没有媒体这样在追啊 那些黑幕就更加没法 现在还靠谁追 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自监督的 管理他的部门也是失职的 当地的主管部门又是怕事情的 对 除了媒体这一条 他也许他十件事情有几件追错了 或追过头了 而且他追的都是老百姓一下能明白的事情 他要追的是老百姓不是一下能明白的事情 老百姓还不一定能感兴趣 但是要是没有媒体这么追的 我觉得不能怪媒体 但是你们就是现在真的很麻烦 你们有专家有说假话的 对不对 有说真话的 有说一半真话的 让你这个五迷三道的 他说他不说我爱 而且就是有些问题啊 你想你比如像你像在西方社会 我觉得这个道统还在 比如说学术的独立性 这东西如果国家学者FDA或者什么的 做出这个结论了 基本上大家承认科学的 但是在中国连科学都变成迷信了 或者变成关系了 你知道就是我甚至我不知道 他有一次还招人骂 你记得吗 转基因的 对对对被骂的那个 你的那转基因 你看啊 咱要一拍脑门子 那怎么能行的 转基因 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说起来 又完全是 今天又有新的这个采照出来了 这些农业专家国外的国内的 就在说转基因没有问题 因为我当时是问过生物学家的 我说到底有没有问题 美国转90%以上的大豆玉米 都是转基因的 这十几年没有出过安全事件 对 所以就说这个你以为是的 什么叫自然 自然这个概念 如果真叫自然的话 连狗都不会有 狗就是人类寻养出来 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 那什么叫自然呢 就是我跟你说 最可怕的就是下面迷信 就是反制 上面又不说真话 这才是最可怕的